对我们俄罗斯精心积动的金融制裁 法国等这些欧洲国家 还有英国也要行不对我们俄罗斯制裁 连日本也要行不对我们俄罗斯 但没啥用 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强大的 就是中国 我们不怕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中国有一万岁 万岁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声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今天是2022年3月4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是第八天了 全世界军事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军队 用了八天时间耗尽了几乎全部的力量 在这八天对乌克兰的进攻中 乌克兰还在 基辅还在 甚至到现在俄罗斯军队还没有占领任何一个乌克兰的大城市 首先我们会看到不管是小粉红的言论还是五毛的言论 虽然在全世界天天知道各种耸人听闻的言论 他们用语言吹出了很多泡泡 一会儿美国又下尿了 日本又下尿了 但是从现实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看见 这些语言和文字宣传出来的东西 几乎全部都是泡泡 毫无意义的泡泡 也只有华人呢 更加的信任这些泡泡 因为绝大多数的华人是没有勇气去直面人生 他们活在一种意义和虚幻之中 所以说他们特别在意这些言论或者嘴炮 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天我天天在关注乌克兰的局势 有上千名中国人滞留在乌克兰 走也走不了 跑也跑不掉 中国的大使馆压根就不管他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当年吴京战狼们说的那句话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举起五星红旗 别人就会吓尿了 任何人都会吓尿了 然后礼送你回国 我们可以从现实看到 真真切切的在乌克兰看到 这些吹出来的泡泡 这些意淫出来的东西 是多么的荒谬可笑 于是在基辅 在乌克兰的基辅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已经在冒充日本人了 很多中国人这样总结 在中国我们是中国人 在美国我们是美国人 在乌克兰我们是日本人 OK 关于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这个事件呢 中国人呢 本应该更关心自己 更应该关心习近平 会不会把中国也推上俄罗斯一样的毁灭之路 但是呢 却很少有中国人想想自己 想想自己的国家 动物界有个有趣的现象 羊群是很聪明的 但是有时候羊群会非常的愚蠢 尤其是在投羊做了错误的选择之后 羊群也会跟着犯错 动物学家们经常会观察到这样的羊群现象 当一个投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跳下悬崖之后 他身后的羊群也会向着悬崖跳下去 会造成整个羊群几乎无人信免的跳下悬崖 我们会看见在中国的历史 或者是在独裁者的历史之中 几乎都有羊群的效应 往往因为独裁者一个人的选择错误 会让整个族群都跳下悬崖 今天的普京就是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而习近平正带着整个中国 也走在了普京的路上 这个呢 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但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中国人的话 你们才应该关心的事情 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亲烈战争呢 我们很明显看到普京和习近平是有共识的 而且通过大量的证据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和普京是要来颠覆这个世界的秩序 是要创造他们的历史的 在开战之前呢 美国呀欧洲很多国家 已经把在乌克兰的侨民撤离了 只有中国按兵不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 中国的大使馆通知在乌克兰的中国人 叫他们在车上在房子上面 把中国的国旗堂堂皇皇的挂出来 实际上说明了什么呢 你们就安全 甚至有可能中国大使馆还有计划准备 中国在乌克兰的侨民去洗云 俄罗斯的战领军 大家请注意 中国去乌克兰留学的留学生 绝大多数都是公派留学生 他们大部分都是去学习航天航空 船舶技术的中国的军人或者是准军人 这些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到中国 中国自然就是中国军方的官员 所以说我毫不怀疑 中国大使馆的计划 是要组织他们在俄罗斯军队占领基辅之后 他们将会敲锣打鼓洗淫俄军 并且会向全世界报告 俄军秋毫无犯是来解放乌克兰的 当然普京没有想到 中国人更想不到 乌克兰人并不像中国人一样 只会逃跑 乌克兰的男人和女人向全世界证明了 什么才叫勇敢 也证明了为什么勇敢的人才配拥有自由 他们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而且得到了整个欧洲美国的资源 并且得到了几乎全世界的道义和舆论的支持 OK这个众所周知我就不提了 第二个我要给大家说的是最近 美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刚刚访问了台湾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全部都来自于美国的军方和情报人员 访问完之后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召开了紧急的亚洲防务会议 参加国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台湾 这个已经不是迹象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摆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习近平很有可能也会像普京一样发动战争 大家记不记得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前呢 俄罗斯已经组织了十几万军队在俄乌边境有好几个星期 这个时候拜登呢向全世界天天在喊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并且美国呢把在乌克兰的侨民都撤离了 甚至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馆都撤离了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 尤其是在中文圈啊 那些蒲粉的穿粉的天天还在骂拜登是个傻瓜 拜登是个瞌睡虫啊 拜登是个裤裆里面杀尿的总统之类的 结果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第一个美国的情报是准确的 第二个美国和北约给乌克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让强大的俄罗斯军队在这八天对乌克兰无可奈何 请大家注意哦 就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天 在这个时刻呢 中国在南海举行的一次军事演习 这简直就是一种司马昭之心 很有趣的是呢 我也看到相关的新闻 中国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 日本和越南的军队海军在中国搞演习的当时 和附近也同时举行演习 这个很明显就是一种军事性防御的警告 所以说我们不要怀疑美国的军事情报能力 中国和习近平的战争计划肯定也如见在弦上 当然有的人会说你看看俄罗斯军队普京这次在乌克兰 不仅军事上遭遇了失败 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更遭遇了极大的挫败 会让习近平会让中国政府吸取教训 不要像俄罗斯这样走向毁灭的道路 但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羊群的故事 人类当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但是有些特别的人类 什么猛国特色社会主义啊 这种非常特别的人类 有独裁者领导的族群 却往往会犯羊群同样的错误 而且这种选择和这种错误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这次普京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了挫败 很多嘴炮中国人纷纷的在叫嚣 我们何不趁俄罗斯疲软的时候反而进攻莫斯科 不仅可以收回什么大量的土地啊 还可以顺便把老毛子打败 一学我们百年千年的耻辱之类的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这些人 北宋的时候那些嘴炮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就联合金国去打辽国 结果连皇帝父子都被金国人抓了起来 南宋的时候那帮嘴炮党叫得更厉害了 于是联合蒙古去消灭金国 结果被蒙古人把大宋的皇帝赶进了林丁羊里面去喂鱼 而这帮嘴炮党们只好天天喊铁血担心 千年以来中国的嘴炮永远都是这样的一批人 现实之中他们没有任何的勇气 没有任何人有勇气拿着枪去上战场 但是他们喊得比希特勒还要疯 比普京还要更厉害 谭笑间美国在他们嘴里都飞灰烟灭了 事实上我们只要简单的问这些 所谓的中国人一句话 你们这么勇敢 有人敢去封县吗 有人敢去陕西吗 一个被狗链子锁了20多年的女人 你们都救不了 一个在陕西被用铁笼关了十几年的女人 你们都不敢去救 甚至连提都不敢提 对于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你们像说偷乌龟 却对别人的国家 却对整个世界大放绝齿 这是一个多么可笑可怜可悲 还可恨的意淫的国家 谎言的国家 卑鄙的国家 弱弱的国家呀 OK 007这些方面已经说了很多了 最后来我们还是要看 习近平和中国政府他们会不会对台湾发动战争 他们会不会像他们嘴炮打的那么勇敢去侵略台湾 虽然我们都知道结果 他将会输得比普京还要惨 比俄罗斯的军队更要惨 而且整个中国人将会因此而遭遇重大的损失 毫不夸张的说 未来的世界将会出现三个朝鲜 一个是金山胖的朝鲜 一个是习近平领导的西朝鲜 还有一个是普京领导的更西的朝鲜 自由世界对付坏人呢 有很多种方法 战争往往是最后的选择 更多的时候是让他们像朝鲜人 像伊朗人一样挨饿 一样与世隔绝 今天俄罗斯立刻就变成了朝鲜 而中国在习近平这次投阳的带领下 几乎可以说毫无悬念的也会跟着 普京一起跳下去 对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说 将会是1948年的上海人 和2019年的香港人一样 时间的窗口即将关闭 留给你们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